中医在这次疫情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此中医也开始有兴起的描头 国家也开始鼓励主席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好了 中医是开启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 一个宝库就行了 然后小学生课本间的中医教材也开始渐入了 我们再过一些年 教育方面新一代越有希望 之前我还在感叹如果这一次疫情中医再不兴起了 在各大媒体发表评论 那真的是很遗憾 真的是很悲哀 在武汉这个疫情 湖北疫情 只启动了30%的中医资源 还是到后期了 但是效果非常好 两个小组 分别 几百人 中医的致死 这个死亡里只有一个 而西医这边 死了 几十个 最后西医的中大栓的团队 很多人他就跑都跑不了了 你给我知道 这次核尾疫情我们也只可可待 启动了90%的资源 但是即便如此 中医的资源还是 国家的这个 这个 款线啊 支撑很少 中医的本身 嗯 就是 现在在西医的这种 主潮流之下 他的这个这个利润是非常低的 因为西医你这个 你需要定理一个证 你这个要要 从头到尾要检查一遍 啊 就是我们在讲 嗯 这花的钱 啊 只需要定理一个证 而中国 就是万和万切 啊 甚至说 就是说 挂个号 免费 开开要再说 啊 有医术高明的大夫 敢给你保证说 你治好了再说 啊 乡下 民村 那有的大夫 也要这样的 他没有信医自个证 怎么办 那现在当代社会 他就 各处卡你了 嗯 现在人 医生还要有担当 以前 都有担当 现在不敢 现在人 你这个老太太 你服不服 啊 没有 没有这个 他因为 他中医他要治的话 要看 医生个人的这个 啊 艺术能力 而西医 他是一个整个团队的 他分担的 所以中医 他不敢 这样 就是各方面的原因 他需要我家多鼓励 啊 你出出外 这个就诊 出诊 很多大夫不让了 在机制内不让了 在机制外也不敢 现在人 嗯 呵 社会 嗯 还需要 我们 大家一起去努力 他是真正好的中医 但 等的还是很少 嗯 如果没有这个 五韵六气 跟这个 猪游客 在此 五四运动就是因为这两项 把中医否定 把这两个去去掉了 好了 而这两个是广大精卫最精妙 最最 呃 系统 宏观的 嗯 两个根本的东西 嗯 在此之前 嗯 也要 废除中医 彻底废除中医 这种情况一进 然后中医的 以前的一些 名医 如果你找二十个病人 来 啊 你挑剩下的给我 然后 然后 你治嘛 到最后 向他低头 我真的是 错了 嗯 嗯 不能飞出中国 几千年来 中国怎么过来 我们慢慢讲 因此疫情 嗯 河北启动了90%的 注意资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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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